在焊接的过程中可以先固定一个点 这样顺着这个焊接的尾部 一个点压一个点往下走 不用焊得太密 这是铁板焊接 冷焊接焊接的时候 如果说第一个焊点不好点 第一个焊点可以轻轻粘一下针 这样粘出一个焊点之后 顺着这个焊点的尾部往下走 先把雾针掰下来 然后在这个焊点上补上一枪 一个点压一个点 焊点就是白亮的 冷焊接焊接的时候 雾针伸出紫嘴3-5毫米 要磨得稍微近一点 焊的时候一个点压一个点往下走 也不用焊得太密 焊点要排不均匀 焊完后的效果 像这样的小缝隙 不用加焊丝 直接焊就行 冷汗机加汉寺的时候 屋针要放到焊丝前方 不要这样翘起来 要这样贴实到焊缝上 一个点压一个点往下走 这个就是加焊丝 这是0.8的不锈钢方管 加焊丝点焊 看一下焊点 冷焊机焊接的时候 如果说像这种情况没有焊住 就说明乌针和母胎距离太远了 第一个焊点可以粘一下针 粘出一个焊点之后 然后再顺着焊点的尾部往下走 一个点压一个点 这样一整段都就焊起来了 像这种有划伤缺陷的话 可以加焊丝填补 加的是0.8的不锈钢焊丝 有划伤缺陷的不锈钢 有划伤缺陷的不锈钢 这是黄铜汉调 点焊后的效果 这是2.0的铁板 焊的时候一个点压一个点的尾部往下走 不用焊的太密 冷焊机机可以焊接也可以修补 像这种缺陷 划伤缺陷的话可以加焊丝 加的是0.8的不锈钢焊丝 慢慢给它堆起来 冷焊机焊焊丝的时候 污渣要放到焊丝前方一毫米 不能放到焊丝上方 如果说放到焊丝上方 焊丝取球 融化不了焊丝 就会焊得很难看 在焊剂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 没有焊住的话 就说明乌针和母胎距离太远了 第一个焊点可以轻轻粘一下针 粘出一个焊点之后 顺着焊点的尾部往下走 一个点压一个点 这样一整段都就焊住了 像这样的小缺陷 可以加焊丝填补 加焊丝的时候 物质要放到焊丝前方 物质不能这样撬起来 要和这个焊缝贴实 一个点压一个点往下走 老师 他会发现 土过来 税 肯定 始得 超好 你 能焊接焊接的时候 一个点压一个点的尾部往下的 不用焊的太密 焊点要排步均匀一点 看一下焊点 焊叠焊接的焊点 焊叠焊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